中间中间有个女孩 她的婚事遭到父母反对 结果跟情人双双跳崖殉情 没想到这崖边就长出了一棵树 树上缠着一棵藤 那并开出朵朵的花坠 那有人说这棵藤就是女孩的化身 而树是男孩子的化身 哇真的是超美的 那走在这个花像里面 就让人家想到这一个 凄美的爱情故事 子丁现在在台中的武林农场 这里已经开始有花季了 你看这个白藤超漂亮的 它是紫藤里面最香的一个品种 它的花语叫做沉浸在爱里 它形成了这种白色风暴 是不是很漂亮 秀一下就来到海拔 两千两百公尺的雪山登山口 你可以看到这个铁非常漂亮吗 是很好的拍照打卡顺利 而且现在是秘境 还没有曝光过 来到武林农场除了看风景之外 还要看花 那你有知道可以用花来入菜吗 你听过用樱花果入菜 以及茶叶入菜猪脚吗 不过这些美食全部都要提早预定 才吃得到 可是我有先见知名 我已经先订好了 带你一起来瞧瞧 全全西流 樱花勾稳归的美丽家园武林农场 深藏丰富自然生态 像这颗美丽山樱花 果实从黄色变深色就能采收 还能入菜 炸到金黄色的西沙 跟圆形黑色樱花果一起筷子好 香气四溢 西沙咸香酥脆 搭配上酸酸甜甜樱花果 可以吃上好几碗白饭 像那种快炒店 吃的话都是盐酥的 都是葱啊 蒜啊 吃起来就很咸 那这边的话 它有特别就是露樱花果 那吃起来的口感就会比较 不像一般来的那么咸 就是感觉还蛮清淡的 我们一般吃的那个山樱花 它是这样很苦涩 如果是新鲜的话是苦涩的 但是这个它应该是有腌制过 那腌制过以后 反而是酸酸甜甜的 非常清爽 一颗颗樱花果 用糖醋腌制三个月以上 酸甜度刚好 可以增添料理口感 还能养颜美容 养肤神气料理还有这道 加什么 茶叶 用五菱茶叶跟猪脚一起入锅煮 茶叶要先用热水泡开 再入料理能够解油腻 猪脚得蒸过再卤 要花三小时制作时间 口感才会软嫩Q弹 满满的胶原蛋白 诱人垂涎 茶叶猪脚这道菜 我是觉得蛮Q嫩 那又下饭 感觉会让我多吃鸡碗饭 当地食材入菜的 还有这道梅子排骨 蒸过再炸的排骨 跟武林梅子一起快炒 最后撒上芝麻 排骨的咸香 搭上梅子的酸甜 出乎意料的令人惊艳 大自然的这个 给我们的美食 是季节限定的 事实上要在那个产季 才会有这样的美食 对 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把农场花果露菜 是主厨朱汉成的主意 在这家店已经16年的他 经常发想创意菜色 上百次的失败 才换来难能可贵的美味 有试过什么菜跟猪脚一起吃吃饭 也有 螃蟹也有试过 朱汉成把花花草草放入菜肴中 用农场里最鲜的美味 让韬客吃到原始滋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